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影剧作品 带来了解历史上发现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今天又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 历史召唤兽 金老师 嗨 大家好 金老师我们上一次聊的是伦敦大火 没错 今天我们又把这个场景拉到伦敦 那这次是什么呢 我们要聊的是伦敦大轰炸 这个伦敦大轰炸其实就是 我们在聊的二战历史当中 非常著名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也关系到 后来我觉得英国人的一些文化 因为之前我扩托手掌应该有介绍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海报 就是上面有写说 保持冷静 然后要躲避什么什么东西 后来有很多这种文创商品 就是会写说保持冷静 好好吃饭 或什么的 就是有这种很有创意的一些作品 那那个海报原本是干什么的呢 基本上他就是当时这个伦敦大轰炸期间呢 贴在这个各个巷弄之间啊 就是提醒这些市民们 就发生这个轰炸事件的时候呢 就是要保持冷静 就是赶快找到那个防空洞 躲进去就对了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英国人来说呢 其实是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这样 那这起历史事件呢 其实这要关系到 就是说在1940年的9月 这个时候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呢 二战开打是在1939年的9月1号嘛 哇那就是隔了一年的事情呢 隔了这一年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德国呢 所向皮靡嘛 他们入侵波兰之后呢 就往西边继续迈进 然后让这个盟军姐姐败退嘛 那历史上呢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一个非常著名的敦克克大撤退 就是把很多的这些英国在海外 在欧洲本土作战的这些士兵们 给集结起来 好好的撤退到英国的本土这样 所以呢当时这个英国呢 就有点像是说 好我们就好好守住在我们这个英国 本岛之中 好我们想办法再做这个类似 反亲复民 反攻的这个基地这样子 所以就都窝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当时这个德国人呢 他们就想说 诶 那我们要赶尽杀绝嘛 所以呢 我们拿下了这个法国之后呢 想办法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啊 来入侵这个英国本土 所以就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海狮计划 那这个海狮计划 基本上就是他们会利用空降部队 把这个空降部队呢 投放到这个伦敦上空 然后直接进行斩首 或是呢 我们有这种两栖部队 然后进行抢摊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德国 或是这个纳粹德国 这些希特勒啊 然后那些将领 他们在制定的这个计划 在这个海狮计划的第一阶段呢 其实是要进行所谓的 对英国本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 而就是说呢 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设施 给轰炸完毕之后呢 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遭受到很多的抵抗 这样子哦 所以这个是算是第一步 所以从1940年的9月7号 到隔一年的5月10号 这段期间呢 纳粹德国他们就派出了很多这种轰炸机 就对英国的本土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这段期间呢 就造成了4.3万的平民死亡 英国人民们在这个丘吉尔的领导之下呢 就进行顽强抵抗嘛 就是包括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在各大的巷弄之间呢 就是提醒这些市井小民们 说我们要勇敢的抵抗到底 我们也不要放弃 反正飞机来了 我们就躲好 躲好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我们日常的生活 这个被炸的没关系 我们再重建 就这样 就是有给予他们这个市井小民很大的信心 这样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的顽强抵抗啦 所以才造成了 就是说 德国在后续放弃了所谓的海事计划 然后开始着手向东边入侵苏联 这个也是后续啦 渐渐影响到就是说 盟军他们开始改变他们的战略方针 这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伦敦大轰炸的一个 在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 这样 而且就是以当时二战来讲 伦敦大轰炸反而对英国是一件好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啊英 那个 又要重建了是不是 就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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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炸一炸太好了 自一又六六年之后 我们又可以重建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就是 哦伦敦不就是英国的首都吗 首都都被轰炸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其实当时呃是作战的时候 嗯 伦敦他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古都嘛 然后他可能也有一些 射精地位的一些象征 但是你就想想看如果你要进行战争的话 其实很多物资的生产那些工业大成 比方说生产钢铁啊 生产煤矿啊 生产武器啊 这些才是对战争最最直接帮助的部分 所以其实当时前面有说过海斯计划 他是计划说哎把英国的一些战略物资的 重要生产程式也一起给炸一炸 这些反而可能最对战场的那个什么 影响是更为重要的 结果后来有发生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是也不能说偶然啊 就是当时英国的空军 其实也有反击德国 而且是直接说好 那我们就去炸你的首都柏林 然后结果后来希特勒在柏林被炸掉之后 他就觉得受到莫大雾 就是哦 那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的呢 你炸我首都我就加强暴富回去 我要炸你首都炸的更猛 其实当时有一部分计划 就把它经过一些调动之后 把比较多的主力投放在伦敦上面 但是我刚刚前面有说过 伦敦他的确有很重要的象征地位 但如果以直接战争资源的生产来讲 他反而没那么重要 所以如果当时希特的他维持原本的计划的话 可能对英国的整体战略会有更大的损伤 结果反而是伦敦挺过了这个危机之后 一方面也连带吸引了其他的火力 让其他的战略物资可以更顺利的转移 或是生产 所以其实这个伦敦大轰炸 当然他可能对伦敦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但是对于英国的整体战局来讲 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这算是一个我觉得去戏毒只要发现说 这蛮有趣的 我一直以为说攻击人家首都好像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后来才发现好像战争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是炸人家首都就胜利了 耶 没有 其实战争很多东西他是非常的复杂 或者是说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 对啊 附带一提啊 就是说呢 也因为德军他们这个轰炸半天 好像也轰炸了没有什么效果这样 所以呢 他们在战争的后期啦 其实研发出一个所谓的V1跟V2火箭 是是是 那其实就是这个飞弹的雏形这样 那这个火箭其实也是后续啦 就是引发了这个在二战结束之后 人战时期的这个太空竞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哦 因为他们这个最早的概念 其实就是要对英国的本土进行轰炸 嗯 那我们就不要再派飞机了 我们就直接在法国这个地方 法国的北部的海岸 就是部署这些所谓的火箭 然后就让他就是用弹道的方式 就是飞上去然后往下冲 然后就冲到这个英国本土 然后进行所谓的这种 比较威吓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所以这个也算是某方面程度啦 就是德国也顺势的推动了这个 后续的这个飞弹科技的发展 这样那也是为什么 然后后来这个德国有很多这种 在研发这种火箭的科学家 被这个美国或是苏联所吸收 这样子这个就是后话了 真的是一个环环相扣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 为什么后来要研发火箭 是因为他们已经尝试过直接用 就是空战的方式 想说可不可以压制英国的制空拳 但后来失败了 没办法 对啊 所以才会间接的促使火箭这个技术 开始被重视 甚至开始实战化 然后又更进一步影响到后来 人战的发展 这个历史真的是环环相扣 非常非常的有趣啦 是啊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 其实是在2017年上映的一部 英国电影叫做他们的美好时光啦 那这部片呢我觉得蛮特别 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到这个历史上面的 这个伦敦大轰炸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那种 比较悲惨的那一面 嗯 就是哇那个空袭来了 这个好紧张 然后这个可能在天空上 有这个英国的军队 跟德国的军队在缠斗之类 就是有这种战争的想象 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部片蛮有趣 就是说呢 他的时代背景就是在这个伦敦大轰炸期间 1940年代左右 英国伦敦他们当时 然后为了要安定民心嘛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他们的政府就是做了很多类似 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战 那其中呢 他们就认为说 电影其实是这个 抚慰人心最好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有透过 政府的这个资讯局的电影部 然后要准备拍电影 然后来安抚人心 所以这部片呢 他基本上就是在描述 在这个电影部里面工作的一个女性 她被当时邀请进入到一个编剧小组 然后开始就是编写一些可能歌颂 英国人伟大的一些事迹的剧本 哇 那其中呢 就是他要去编写这个敦克克大车队的 其中的一些英勇事迹 好 所以就跟另外一个编剧 一个非常嘴巴非常非常贱的一个编剧 白恩雷洛斯吗 是一个男生啊 这个这个男生呢 这个是后来有演出 我就要你好好的那一个 三母克莱弗林所饰演的 对 然后他就是演出一个非常贱的一个 嘴巴非常非常贱的一个编剧 就是啊你们女人吗 不会写东西 你看我写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当中其实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男生跟女生之间的互动 其实是很有这个火花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特别 就是说英国人你知道啊 他们是有那种绅士风范 嗯 对就是面对战争的时候 其实也是触变不惊嘛 然后有很多这种 我们看到这种英式幽默啊 其实我觉得透过他们的电影啊 或是他们这种 呃 历史故事啊 你看这个 丘吉尔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诶 事情发生了 不要那么紧张 我们就喝杯茶 好好的想办法 好好的解决它 我们就有自己的一套 处事哲学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啊 其实也多多少少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然后呢 就是在这种很紧张的时刻 诶 我们就是透过电影 然后透过编剧 然后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能够 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这样 所以其实诶 我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就是说诶 我们看太多那种 可能打打杀杀的战争电影的同时 然后诶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诠释战争这样 诶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观点这样 了解 我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最近就在筹划一个课程 我在想说 我想要对我的学校的学生播放电影 然后主题 原本想说如果是订战争呢 会不会直接就把学生给吓跑 因为是学生选课嘛 如果他不选我的课的话 我的课就开不成了 但你先说好开不成 我会觉得很开心 他说耶不用上课了 你怎么这样 但是我心里想说我多少 还是要善尽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要做好宣传 所以我其实有想过一个就是 假如说是战争 但是我想用平民生活下的战争 我就觉得说 刚刚听到这部片想说 这个有意思 说不定可以成为未来的素材之一 对啊 那再多讲一点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嘛 这个演这个男生编剧的是 这个山姆克莱弗林嘛 就是后来演出 我教你好好的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英国男星 风度翩翩的一个英国男星 那另外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演员 分别就是比尔奈伊 就是有演出神鬼奇航的那个章鱼头 哦 对深海岩王啦 所以他是一个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 资深演员 就是他在这部片里面也有演出一个角色 演出那个女性的那个角色是谁呢 叫做杰玛亚特顿 他是最近演出金牌特务 金斯曼起源的那一个女佣吗 的那个女佣这样 哦对对对所以哎其实这部片哦 这个在英国啊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关注 对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片啊 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三个演员之间啊 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火花这样子 我还蛮喜欢如果你说是金牌特务 就是金斯曼起源那个女佣 我蛮喜欢他在那部电影中的表现 那我对这部电影 真的就更有更有兴趣 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历史事件 在1940年所发生的伦敦大轰炸 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 他们的美好时光 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都欢迎在留言前方留言 或在首播的时候再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当然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也别忘了在Airwood Pocket 38.0上 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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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